华语乐坛动感天后李文扣扣力7月5日辞世 令各地歌迷唏嘘伤心 14号晚间 又湾区的歌迷自发组织 在斯坦福大学内为李文举行了追思音乐会 约有百余名歌迷参加了当晚的追思活动 现场摆放着李文的照片 大屏幕播放了他生前的影像 因为李文他其实是在旧金山长大的 也是唯一一个在美国签约索尼 正式发行过专辑的华人歌手 所以说我们觉得他作为一个开拓者 是非常伟大的 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华人 想要聚集在一起 办这样一个音乐会 去纪念他过去的音乐作品也好 还是他做过慈善活动也好 总之我们想举行一个仪式 正式地对他进行一次道别 很多歌迷手捧鲜花来和偶像告别 曾与李文歌舞《风靡华人世界》 期间读大学的一位歌迷说 那时候学校中排练的舞蹈 都会选用李文的歌 然后就会觉得特别的感受 尤其是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记忆 特别是他给我的鼓励 一直是很正面积极勇敢 所以就感觉精神上有一个 一直的领袖 领领者 然后突然disappear了以后 然后就让我有一点sad 所以就最近一直在想念他 从小听李文歌曲长大的李先生表示 很多年轻人成长的过程中 都曾从李文的身上感受过正能量 就是他整个人是非常的阳光开朗 然后整个人可以给别人带来非常快乐的心情 他的音乐也非常的有能量 然后不管是他上奥斯卡 还是代表中国去参加 当时我记得深奥 他有在现场在莫斯科 就特别特别多的正能量 带给很多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歌迷 非常多好的记忆 歌迷为李文书写了道词 默哀并送上鲜花 来自温区一所音乐学校的学生们 演唱了李文的成名曲 并向偶像致敬 Reflection 爱你在每一天 你留下的爱 月光爱人等等 我妈妈总是说 跟我说她喜欢Coco 而我小的时候也唱过Reflection很多次 她声音可以低到高又很长 这个Range It's like really big 凤凰威斯记者应邀分享了2007年 在湾区演唱会中 采访李文的经历和感受 最后 追思音乐会在全体大合唱 想你的365天中结束 想你的三百六十五天 黄阿卫视刘海平旧金山报道